哈囉,大家好,我是雨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 DJI Mac 2 那先來講一下為什麼我會買它好了 其實我自己有Wireless Go第二代 就是我現在在用的這一個 那它一樣是可以一對二的 然後音質其實也表現得不錯 到底為什麼我還要買它呢? 最主要是因為我之前買了一台Osmo Pocket 3 然後它可以透過藍牙直接跟它原本附的 DJI Mac 2去做藍牙連接 不需要接任何的接收器 它也可以用無線麥克風 那因為它原本是只有附一個 所以我就想說我跟雨兒常常是一起拍片 那只有一個麥克風實在不太夠 所以就再去買一組 那因為它其實比較晚出啦 它在1月17號才發表 所以我也是1月17號才下訂的 那在1月19號早上我就收到了 我是在Momo訂的 當時正好我還有一張93折的折價券 所以用下去之後我總共買的價格是10571的樣子 反正就是差不多那個範圍 省了不少錢下來啦 那這一次呢 我比較想要來測試一下 因為我看蠻多人的評測有提到 它有跟Sony的相機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配對方式 就是它裡面可以去選不同品牌的相機 然後它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設定 那這個設定到底有什麼差異是我蠻好奇的 大家都有講 但是都沒有人實際弄出來 所以我想試試看這個部分 那再來就是它跟我的手機S23 Ultra 到底能不能夠同時連兩個無線麥克風到我的手機上面 然後讓它可以去做收音 這一點我也蠻好奇的 所以等一下呢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這些東西 盒子裡面拿出來是一個蠻有質感的收納袋 還有一個說明書 說明書的袋子拆掉 裡面除了入門指南這一類的東西之外 它還有附一些貼紙 那這個其實應該蠻實用的啦 提醒你記得帶卡之類的 反正有一些信仰貼紙 再來我們打開它的收納袋 大致可以分成三區啦 左側這一邊是它的收納盒 然後中間這一層 它有它的防風毛球 前後各一個 那在中間是一個乾燥劑 最裡面這一層呢 它放了一條 Type-A to Type-C的充電線 然後還有一條 是它們的3.5音源線 那它是一個比較硬的材質的線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塑形的一個線 順帶一提它是只有TRS to TRS的 沒有TRS to TRS 所以如果你是要直接接3.5mm的手機 可能還是需要用到轉接線 或者是如果可以用Type-C的話 它裡面應該是可以直接插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充電盒質感還蠻不錯的 然後上面DJ的LOGO也有變大 底下呢也有兩個防滑墊 所以放在桌上是不會隨便滑動的 這邊有告訴你按住後打開 然後它是一張貼紙 我們可以先把它給撕掉 這個地方就是按住之後 它就可以打開了 那開的時候是從前面開啦 這個看起來跟之前用磁吸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那一打開裡面這裡的機器就開機了 然後會自動連上 那它的發射器跟接收器是用2.4G的方式連接 如果你是用藍牙連到像OSMO Pocket上面 或者是OSMO Action上面 要特別注意一下 剛開機的時候藍牙可能沒有連得那麼快 當然它最近一次更新 有讓它連線的速度變快了 但是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藍牙沒有馬上連上的話 你一打開機你就馬上開始錄 有時候可能前面一小段的聲音會沒有收到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因為我之前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是2.4G應該就沒這個問題啦 那除了這個接收器之外呢 這邊有附兩個頭 那這個頭呢就是Type-C的 所以你的設備如果有Type-C的話 是可以直接插進去 也許它是可以直接從Type-C去讀取 那另外一個就是給蘋果用的Lightning的接頭 那這個東西呢 我之後有機會的話也想試試看 如果我再透過一個轉接頭 讓它改成用Type-C的線 可以拉出來的話會不會比較好 因為有一些設備 你把這個東西插在Type-C上面 其實蠻怪的 那我如果可以用一個C-C的轉接頭 然後把這個線直接接到我的手機上面 或者是接到我的設備上面 也許它就可以有一個更好的擺設的地方 也不一定 這個我們之後來試試看 我剛剛發現一件事 就是它上面本身就已經有Type-C的插孔了 所以搞不好我不需要用到轉接頭 我直接用Type-C的線插進去 說不定它也是可以去做聲音的傳輸的 所以這些都蠻值得一試的啦 我們等一下就都一起來試試看好了 那關於這一代跟上一代的差異 其實蠻多YouTuber有講過 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啦 最主要就是多了一個轉輪 然後還有這個地方做成固定式的 它可以讓你直接插在冷靴座上面 那再來就是它有32bit的內置錄音 這類的東西我就不多講了啦 那其實我一直都還蠻希望說 它的防風罩可以不拆 然後就直接收進收納盒裡面的 但是這次看起來好像也是沒辦法 那更多人希望的是 那一條因緣線可以收進去 因為對於相機的連結來說 因緣線是必要的 但是它這裡面是沒辦法收的 也是相對的有一點可惜啦 好啦 那我們就進入實測的環節吧 我先講一下它的連線速度 其實蠻讓我訝異的 現在我還沒拿出來 它是完全沒有任何東西的嘛 但是當我一拿出來的時候呢 它馬上就連上了 另外一個也是一拿出來 馬上就出現了 那我把它放回去的時候呢 其實它很快就消失了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連線速度非常可以 如果藍牙的部分也能有 這樣的連線速度就太棒了 第一個我想要測試的是 有沒有辦法把這兩個麥克風 同時用藍牙連到我的S23 Ultra上面 那我現在先把它切換成藍牙模式 那要切換的話 它綠色的是2.5G模式 那你如果要切換成藍牙模式的話 就是長按這一顆 有紅色的這一顆 按住它3秒鐘 它現在變成藍色的有沒有 而且是有在閃爍的 那你再按住它2秒鐘 就這裡有一個連接的 把它按住2秒 它會閃得比較快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配對了 所以我現在先把它連上去 我這邊從藍牙去搜尋 然後在藍牙裡面呢 我就可以搜尋到DJI Mac 好 那我們就選下去DJI Mac 它就會去連線配對 好 所以呢 這時候我就先配對上了第一組麥克風 好 它現在變成恆亮有沒有 就是配對上了 好 那我把第二組也一樣畫葫蘆 把它連線一下 好 所以現在兩組都連上了 那我們進到我們的相機裡面 那在相機裡面呢 我們要選到專業錄影模式 專業影片模式 點進來 在這個裡面呢 它會有一個麥克風 那它這裡是BT嘛 好 那我先試一下 如果在我不改它 我就是使用藍牙的情況之下 它到底能不能夠兩個都收到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有音量條在跑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看這個音量條就對了 那我現在把畫面再拉近一點 給大家看得比較清楚一些 好 那我就輕輕的敲擊麥克風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音量條有沒有在動 這是第一個麥克風 很明顯的 它是有在動的嘛 那我們換第二個麥克風來試試看 好 第二個麥克風它就沒有在動了 好 所以呢 這邊如果我直接用BT的話 它是只有連上一個麥克風 那這邊還有一個BT-Mix 就是結合的意思 它應該就可以讓兩個麥克風同時了吧 好 我現在把它點進來了 我們再試一次看看 剛剛沒有的是這個麥克風嘛 我們試試看現在到底有沒有了 欸 看起來還是沒有欸 所以應該是沒辦法 所以即便我把它調成了BT-Mix 它還是只有辦法使用一組麥克風而已 沒有辦法使用到兩組麥克風同時去做錄製喔 那現在我再把它切換回去2.4G連線 一樣我們就是長按三秒鐘紅色的這個按鍵 把它按住 那三秒鐘之後呢 它這裡變回綠色的 它就會自動連回去了 而且速度蠻快的 好 兩個都把它切回去 那接下來呢 我就是想要測試一下 它裡面講的那個模式 然後等一下會把它設定成Sony相機的模式 那當然設定前跟設定後 我都會用它來錄一段聲音 大家就可以聽一下這個聲音到底有沒有差別 然後同時也給大家聽一下 我現在在用的Wireless Go第二代 然後它錄出來的聲音 大家就可以稍微對比一下 你們現在聽到的聲音 是使用Wireless Go第二代 在安靜的室內所收到的聲音 不知道你們聽起來覺得怎樣呢 你們現在聽到的聲音 是使用DJI Mac第二代 然後沒有調整任何東西的情況之下 所聽到的聲音 不知道你們聽起來覺得怎樣呢 你們現在聽到的聲音 就是DJI Mac 2 把它開到Sony A7M4的推薦模式之後 所聽到的聲音不知道聽起來覺得怎樣呢 我剛剛把聲音放到電腦裡面聽過了 那我覺得這邊應該可以先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首先Wireless Go它的收音 會比較偏向於中高頻的部分 所以你聽到的人聲 它會比較尖一點點 但是相對的也可能比較清楚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們在一般環境下 它比較多的噪音是來自於低頻 所以這個部分它加強了高頻的部分 就可以讓人聲比較清楚 但是相對的你的聲音就會失去魂厚感 那DJI Mac它在中低音的部分 就沒有做這麼多的削減 所以你聽起來那個聲音就會比較完整一點點 那當然這個就是看個人喜好 有的人就是比較喜歡Wireless Go這種 把人聲突出的部分 那有的人呢 他可能就會比較喜歡 聲音完整一點 中低頻的部分也可以收進去這樣 所以這個完全是看個人喜好 沒有說誰特別好或誰特別不好 但是呢我們來講一下 那一個推薦的配置那個部分 我已經把它調到Sony 然後我的相機是A7M4 都設定好了 但是你們可以聽到那個聲音直接是爆掉的 那我一開始在想 可能是因為我對相機的音量有做過調整吧 因為我的音量是把它調到15左右 就是在相機的部分 那也許是因為相機我調到了15 再加上它的接收器好像又加9 所以加起來之後聲音就爆掉了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 怎麼把相機的音量調回預設 結果一調回預設之後 不得了 它預設是26 所以在加上接收器的加9之後 根本就是隨便講話就是爆掉的 那雖然說它有限位器 所以你的聲音一定不會超過0dB 但是呢 就聲音就非常可怕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哪邊出了點什麼問題 然後才導致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覺得如果我不開這個功能 讓它的接收器是維持在一個正0的情況 然後呢我的相機就維持在原本的15 這樣的音量其實聽起來是還蠻OK的 就不會太大聲也不會太小聲 那底噪的部分我覺得也還行 當然比較好的方式還是 麥克風稍微拉高一點點 然後相機稍微拉低一點點 可是考慮到我的麥克風 還要跟其他的東西去使用 那不是每一台都像相機這樣可以調音那樣的 所以我可能必須在我的設備裡面 去找到一個可以取得平衡的點 這個就得要靠我自己再去找找看 那最後我還要來做一個測試 就是它到底能不能直接用Type-C線 去讓它做收音 因為像OSMO Action 4 如果你是直接把它插上去的話 老實講這樣拿著 它其實我覺得不太好用啦 那如果還是可以接一條線 然後把它放在我的冷靴座上 可能這樣子會方便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好我現在呢就直接用一條Type-C Type-C的線把它接在我們的DJI Mac的接收器 後面這個洞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裡是透過2.4G去連接的 我們來看看到底這個情況之下呢 它能不能夠用這個方式把聲音給傳進去 那如果可以的話 之後就可以用它 直接用Type-C去連接我要的設備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看起來應該是動的蠻明顯的嘛 所以這聲音應該是有進去的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實測是OK的啦 你不一定要用它裡面附的那個USB-C的頭 你可以直接外接一條線 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簡單的測試 當然沒有做的很全面啦 譬如說32bit這個東西我就沒有去測 反正也很多人測你們可以去看 就是它內錄之後 如果音量真的太大聲了 我們把它壓下來的時候 它可以維持它原有的波形 就不會被削平 類似像這一種東西 那我們今天測的東西 是我自己個人比較在意的一些部分 那當然它有其他的優點 譬如說它在用線接到相機上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要不要讓它跟著相機開關機 那像我自己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這個東西 如果只有我自己一個人拍的話 這個東西它不關機是沒有差的 我不太在意它的耗點 因為我有兩個 但是如果接收器是可以跟著相機關機的話 至少我相機關機的時候 它可以省一點點 然後相機開機它就會自己再打開 然後再連上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覺得還不錯 再加上因為它的接收器 它的這個頭是做正方形的 所以變成說 你可以裝在任何一個你看得到的地方 譬如說你自拍的時候 它其實是可以讓你看到這一面的 你就可以知道它有沒有確實的收音 那如果你平常是拍別人的話 那你就朝向自己 所以這個這樣的設計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另外它也有一些像是降噪模式啊等等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它就是一個輔助啦 因為像我自己就沒有很喜歡用麥克風的降噪 因為麥克風的降噪它回來之後是完全沒辦法救的 那我會比較寧願就是收原因 然後回來之後真的要降噪的話 在自己手動降噪 我自己是比較習慣這樣的方式 那每個設備有每個設備它的優點 那實用的族群也不太一樣 所以呢大家可以自己去聽聽看 然後去看一下它的功能是不是符合自己需求的 然後去做選擇 那以我自己來講啦 它可以同時做2.4G連接 也可以做藍牙連接 這個就是我覺得非常棒的功能 因為我可以讓它直接連在我的OSMO Pocket上面做藍牙 然後跟相機的時候就用2.4G 我直接去切換就好了 這個對我來講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OSMO Pocket就是要講究好帶嘛 輕巧嘛 如果你還要再插一個接收器上去 那真的是麻煩 所以能夠直接用兩個發射器藍牙跟它連接 我就可以直接錄 這樣對我來講還是最方便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希望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我是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現場一部影片再見… 非常支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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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